爱多美的German 大家晚上好 我是爱多美 星光大师 也是文秀之乐部成年 我是艾瑟桑 很高兴在这里可以和大家见面 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 我本人在爱多美的这个心目历程 也称为成龙之乐 其实也不是说非常的成功 但是如果拿我以前的人生来做一个比较 在爱多美我已经开始在 凡种我的人生已经渐渐的过着 和以前不一样的生活 还记得在我还没加入爱多美之前 我本身是一位家庭主妇 从事了十年的家庭主妇呢 我有四个小孩 那么这四个小孩呢 就已经占用了我一天 接近24小时的时间 因为要再送他们去上学 做家务 然后呢也要照料他们的三餐 然后也要让他们可以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 又获得很好的成绩 所以这些呢都是做妈妈的一些心声 大家认同吗 其实我有想过在我的小孩长大过后呢 可能我会去找一个行业 但是要做一份事业并不简单 那么就说回 在我还没成为家庭主妇之前 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我本身呢 从小 生长在一个小孩子家 在我小学的时候呢 我的家造了一场大火 那个时候 我们一家六口 父母之外 我们有四个兄弟姐妹 我是家里的长姐 那么每一个人的身上呢 只有一套一服 因为所有一切 在一夜之间都没有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导致到我们的小康之家 开始变得跟以往不一样 我们就从 一个中等阶级的家庭呢 成了一个比较低等家庭的 这一个阶级 所以呢 妈妈就找出晚归的 晚归的去做美容 因为妈妈只有去去的五年级 也不是有很大的学问 就变成呢 就需要靠她的双手去打拼 为我们买一间家 因为当时的我们是一家六口 住在亲戚的家 一个小房间 就是吃饭啊 睡觉啊 做功课等等 都在那个小房间 那么我的父亲呢 也是一个比较 没有受很高等驾驭的人 所以呢 她的选择就是做一个小生意 就去夜市卖光碟 当时当我们在夜市的生活 有慢慢的改变了我们当时的状况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以我们的家庭的天伦之乐来换取的 就说我还记得我从小呢 就是搭着脚车去上学 不管学校过远 没有的补习 然后只要假期星期六星期日呢 都需要去到很远的地方 我们就从这里要去到可能三四个小时的一个地方去开档口 然后是看着天空 天空的脸色来找吃 下雨天呢 我们就酷伤了脸 有时候甚至做到一半生意的时候 风雨一吹 我们全家人都临死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呢 让我在从小就决定 一定要有自己的事业 一定要改变自己的生活 因为我常常说一句话 我们没有的选择我们的出生 我们的出生 是没有的给我们自己做选择 但是呢 出生过后的这一个生活 我们可以自己做选择 所以当时的我呢 就向妈妈看齐 因为我只是读到form 5 就是家庭的状况也不允许 我可以有更多去造学的这一个经济 就变成我读到form 5 我就没有再有机会上学了 过后呢我就去学了一门手艺 从事美容行业 我还记得大约14-15岁 我就开始帮妈妈跟人家洗脸 那么小学的我到中学的我呢 基本上都是在打着工 只是我打工的对象 就是我的父母亲 OK 就变成我觉得 其实成功并不容易 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 会无条件的协助我们 需要一步一脚印的自己去传出来 尤其背景不是很好 不是含着金锁石出世的我们 我们就需要别人更加的努力 就是这样的一个开始 中学过后呢 我就靠着双手洗脸 我们两母女可以 一天洗了接近十多个年 就是不停的洗到半夜 但是呢 这个事业让我看到手停 我就要口停 OK 传统的事业是用劳力来付出 然后呢 就不是每一个人可以做得那么长长久久 因为随着年级的增长 然后随着体力的下降 我们就会失去了 这一个继续能够打拼的机会 过后呢 当我怀着孕的时候呢 就变成我不能够再用我的这个手艺去赚钱 因为我的体质不好 所以在当美容行业这个 事业的过程当中 我一直跟人家洗脸 导致到我的这个胎儿不稳 一直有来红的现象 需要一直打鼓针 所以那个时候呢 就需要做了一个决定 就是放弃我的这份工作 所以美容师就告一个段落 那么我就转去做化妆师 那么化妆师呢 其实比较轻松 因为不需要有太多的这个体力 但是也不简单 因为呢 有些时候是七早八早 我就要出门去到某个地方 可能就是马六甲啦 或者星山或者槟城等等 那么就在天还没亮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跟新娘化妆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当我在怀孕的时候呢 我的收入又停止了 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很邦邦 就不会再找我 就这样 也让我感受到 其实彩妆师的 这一个工作上 给我遇到的问题就是 我要把我 花到这么辛苦 赚来的钱呢 一直去提升自己的这一个技术 甚至说进很多新的这一些 比较能够吸引顾客的 因为竞争很大 而且价钱有时候是非常的烂 甚至七月的时候 前跟后 那段时间清明节之类呢 我们是根本没有收入的 除了一些就是 personal的个人化妆而已 所以我看到的这两个工作的情形 带给我的就是 并不是很稳定的一个收入 直到我在 22岁的时候呢 我加入了一家传销 让我看到了倍增的力量 但是可能是在 不对的时间 遇到了 这一个对的事业 因为当时的我刚刚 生了一个小孩 也在那段时间都在生儿育女 所以我从事了三年 也有不错的成绩 但是就是因为公司的一些状况 导致到我无法继续 也加上因为那个状况 那段年纪是比较 需要我再为 我的这一个自己生儿育女的那个过程 就导致到有一个现象就是 我需要再次的放弃 我的那份事业 虽然那份事业曾经可以让我在一个月里面有 微缩的收入 但是呢 当我在生儿育女的过程当中呢 我的这一个收入是肯定受影响的 所以并不是每一家传销都可以带给我看到的就是自动的收入 就这样呢 我就从那一个传销公司开始停止工作 进入了就是家庭主妇的这一个生活状况 那么从一个小孩到十个小孩 那一段时间是用了我十年的时间 很多人说已经很短 但是那十年的时间 我也不懂自己是怎么过来的 就是一睁开眼睛 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然后呢 就每天我把我自己称为是F1赛车手 什么叫F1赛车手 就是不断的在路上跑啊冲啊 因为有时候接触孩子时间就是 6点10点12点3点6点到晚上 因为有补习有课外活动等等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让我感受到就是 我不再是我自己 时间也不属于我的 只是当孩子渐渐在成长的过后呢 我有想过要找一份事业 刚才有说过嘛 但是要出来闯一份事业有这么简单吗 其实不容易哦 对不对 尤其我们自己本身背景不是很好 人嘛也不是很多 甚至我们也没有 有套套不绝的这一个语言沟通能力 我或许有一些吧 因为我可能以前我是有做过 类似这个传销的行业 但是10年时间 我已经把我心里的那一个很大的梦想 慢慢的压压压压压到我的 这一个心里的最深处了 所以直到2016年 我遇到了爱多美 当时的我 不是在一个很对的时间 也是不是一个很对的时间 因为当时的我是从韩国旅行回来 然后我的介绍人就告诉我 有这一家公司 然后产品很便宜 品质很好 然后又是一个新公司 还没有来到马来西亚 就是这几个因素 让我觉得非常不错 只是当时的那个时间点 并不是我要闯业的那个时间点 因为当时我的女儿 最小的女儿才5岁 我的想法是希望在她小学过后 我才去闯一份事业 就是这样的一个应业巧合 爱多美出现了在我的面前 也刚刚好 我从韩国回来 我就拒绝了她的所有的产品 就开始尝试她的日常用品 当我的介绍人 带着她的这个上线来找我的时候呢 就告诉我这个产品的价格 跟不需要和延费 当时的我就有一些些的好奇 对爱多美这家公司 但是也没有打动到我太多 然后当晚我就一直被上线邀请去 参加Home Party 当我参加了Home Party的时候呢 当时也是有一些被吓到 因为在一间家里面就聚集了整百人 对吧 所以当时我是被安排在整个 这一个会场里面呢 最漂亮的位置就是 第一排的正中间的位置 就这样的开始 听了爱多美的产品 是一位非常厉害的讲师分享的 那时候我的想法就是 这一位厉害的讲师 我们的芬老师 产品女王 他的分享呢 肯定大家都听过对吗 这一位不成功都不行 我的想法就是 我并没有他那么样的一个口才 那么第二个就听到了 我们的这一个黄家大师 Jack大哥的分享 当时的我听到的是 他的那份议律 跟他的经验 在分享marketing的时候 我被爱多美的marketing 深深的震撼到 诶 他的marketing这么容易 哎呀 这样的话 其实要经营也不难 这个就是我当时的一个想法 但是并不是说我自己想经营 直到我也在我家做了一场homeparty 当时过后呢 就是新年 我也没有把爱多美放在新门上 直到3月 再重来一次 上县门来了我的家 因为新年不久 就来聚聚 就是那个时候被邀请 合格参加韩国的这一个考察团 是由我们的这一个上县推荐的 就是在那3月 其实我的另一半 不是非常乐意的让我去 他有时候你要去就去咯 就是这样的语调 所以我也是跟我的这一个上县说 不来不要啦 好 哪里懂 去到楼上的时候 他们回了 我们晚上 我的老公就说 嗯 这个月是年生日啦 如果你要去 这样我就把它当成生日礼物啦 送给你去 就是这样因为3月 所以呢 我就被获得了 1月从韩国回来 3月再飞韩国 然后去看 参观了爱多美的工厂 那个时候 我深深的被爱多美的这个强大的背景 而震撼到 而深深的对爱多美有另外一层的认识 再加上去参与了这一个一日研讨会 所有场 会场的人数 以及上台分享的那一些 都是很有很大年级的人 然后呢 也看到了爱多美的这一个国际市场的这个平台的这个实力 所以当我回来的时候呢 就有开始慢慢的去深深的了解 然后再去找朋友分享 但是我的分享 其实就是带人家去帮我分享 当时的我的想法就是 有人我介绍给你咯 其实 那时候这样的想法 是还没有真正爱多美走入我的心里 直到产品越用越多 然后很多朋友一直回头来问我 这个还有吗 那个还有吗 当时的我们拿货真的很难 但是呢 我们还是坚持想办法 带货回来 让身边的人适用 就这样慢慢的 不断的去学习 然后不断的去分享 直到有一次 嗯 就是我要 就是有一次 我有一个朋友想要了解 就是朋友的下线想要了解 那么当时的我呢 是不是很厉害 有听过 没讲过 然后呢 上线都没有时间不得空 要呢 就是 去 随便讲 不要呢 就是取消 过后 上线就告诉我说 还是你要出来讲一下 让我听一下 看你大概会讲到什么程度 然后 我也不懂我在讲什么 只有晚上 邀曳了那两 三个伙伴来我的家 就这样开始了 第一场 算是 然后就成功的 牵了他们进来 其实要牵他们进来 并不难 对吗 因为爱多美的会员是免费的 但是 但是 这一个小小的 呃 这一个 成交呢 让我觉得 诶 其实我自己去讲也没有那么难 然后 直到 一次的这一个 培训过后呢 我就开始自己的去 做home party 当时 我越做 真的是越投入 甚至做到 常常是我的老公打电话来 诶 你在哪里 有时候我在跟人家喝茶 他说 你知道吗 现在七点半了 老师打来整个学校 剩下你的孩子 然后 我吓到 然后就快快 有时候就是我老公 绑我债了 当时的我 已经被爱多美的这份事业 慢慢的慢慢的 把我埋在身里的这一个 就是想要成功的心 唤醒了 所以呢 当时 只要有人要我分享 不管多远 不管是谁 我都会去 因为 我在这个 分析爱多美 八个 就是半年的时间当中 我看到产品 帮助很多人 价格 让很多人消费得起 再来的就是 爱多美的事业是 每一个人 用了过后 会再重复 来找你的一个事业 当时的我们是没有收入 因为 公司还没有来到马来西亚 我们已经是一头热的 从 KL去到 Saba Salawa JB 冰城 每一个星期都会不断的下去 分享 分享 再分享 一天可以做到四厂 五厂 到八厂的 Home Party 所以当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让我想到 原来我也可以慢慢的 不需要有任何好的背景 也不需要有非常好的一个条件 因为当时的我真的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OK 有机会给你们看一下以前的我回复不去 回不去 但是可以看的就是照片 让我在这一个分享的过程慢慢的提升了我自己的信心 直到呢 其实在这一个分享的过程 虽然讲起来是可能几分钟 但是我还记得有一次就是一个JB的伙伴 她说她的女儿的朋友想要了解爱多美 那么就叫我们去到槟城那边有一个地方 不懂是叫什么星邦 我也忘记了 那么我当时呢 是跟了 啊 载着我的其中一个领袖 也是现在我的玫瑰大使 那么 呃 两个一起去 是由我自己驾车 我也是有时候会被我自己的那个党事 甚至吓到 当我要的时候的那一种心 真的是千军万马也拉不住 因为看到了爱多美这个平台的美好 所以当时呢 只有一个home party不懂几个人 我就去了 我还记得去到了一个很乌鲁的港工 然后威胁带出路 我们去到了那一条路是完全没有路灯 旁边有一个小河 然后呢 威胁带我们去的路就是小河旁边的那一个草 草就是有沙有草 然后我们就跟着进去 走到后尾的时候是完全没有出路 然后也不能有灯 因为那个路非常的窄 我们只有 我只有可以倒退回去 然后整片黑黑的 四周 相信这个经历也带给我的那个 玫瑰大使有很深的印象 但是我们就是这样的不断的去 分享 然后我就是这样的倒退 慢慢的倒退 因为他也不敢下车 我也不敢下车 我也不敢下车 我们只有这样的倒退 大约差不多倒退了 有三到五个分钟左右 才走出那条路 然后又一直闹错 甚至还带买电视机去分享的时候都有 就是刚着电视机去伙伴的家分享 所以在这段过程当中 让我对爱多美的那一个 就是想要的心越来越深刻 然后呢 这样的一个过程 就导致我跟我的另一半 开始有了非常大的一个摩擦 就是因为他很不认同 他是一个生意人 他会感觉到这一份事业 第一 卖产品没有差而降 卖牙膏牙刷没钱赚 然后呢 就要一直去跑东跑西 整个家不像家 因为我也不足了 小孩也早 安心办 因为我每天都迟到 所以只有把孩子安排给人家去接送 然后我的另一半是没有阻止 但是看得出他是非常的不开心 所以变成在这一个半年的过程当中呢 是有遭遇了一些脸色啊 还是就是说冷暴力啦 不是打我啦 就是可能一天都不跟我说话 或者我回来的时候就是用眼尾看着我一下 然后他就睡觉了 所以当时的我们有一次是闹到非常的严重 没有到打架啦 是会吵架 然后甚至开了家庭会议是11点开到凌晨 就是为了争取这一份事业 那么这半年的时间也很开心的自己的成长 遇到了很多很多支持我的伙伴 跟想要在这份事业闯出一片天的伙伴 我们就这样从一个人到一团人去慢慢把这份事业一直分享出去 2016年爱多美11月14号来到了马来西亚 那一天也是我的生胞胎孩子 生日跟爱多美是同一天 真的是非常的巧合 但是那一天我已经忘了我的小孩的生日 因为那一天我是忙着把这半年以来找到的会员都注册进去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 让我看到了半年里面付出真的没有白费 因为爱多美真的不难 但是我们真的是要很坚持 就这样2016年11月14号 爱多美来了 然后两个星期后我们大家都有了奖劲 我也成功晋级了这一个钻石大师 那么当时我也带了左右的脚 一边有五个销售大师 跟另外一边有三个销售大师 让我成功晋级了钻石 这个荣耀让我感受到 爱多美的付出绝对不会白费 他不会辜负我们的每一分的这一个做的每一件事 然后也在三个月后 我成功晋级了玫瑰大师 那么当时有了收入 但是并不得到老公的认同 直到我在挑战玫瑰大师的过程当中 我去这冰城做Home Party 这一件事情呢 也是让我非常的感恩 因为当时我的家里只剩下一个小孩 那个小孩也是我四个小孩中最弯皮的 那第三个儿子 所以变成我还告诉我的老公说 我可能会带着这个孩子下去冰城 因为我不敢放他一个人在家 当时的他应该是 没有错的话是三年级而已 因为他比较调皮 有了非常多的不好的记录 所以我不敢放他一个人在家 但是冥冥中的一个安排 我的另一半就说不用 因为我已经回来了 你要去做什么你去做 因为他也不想我带着孩子这样去做 他怕我顾不到他们 然后呢 当我在去这个路程中 原本是要去北马 结果我会跟伙伴通着电话 然后去了南马 再又登回来 然后在路上呢 就一直有非常多的状况 就下雨啦 然后有很多的这个路在休 休着 然后就下了一场大雨 然后我的这一个汽车的black 就是刹车就失灵了 那么刹车失灵的时候呢 我的车是360度的转 当时我的脑海里出现了很多很多画面 当然是有我的家人啊 有我的伙伴 但是我最深刻的一个印象就是 因为我要去做Hone Party 我告诉我自己 我不可以有事 因为我打印了人家去做Hone Party 我的心里有一个念头就是那一份执着跟坚持 因为我想到我自己在这个十多二十年的过程当中呢 看到的就是美容行业因为我的健康状况放弃 化妆行业因为就是不稳定放弃 然后我的那个做得还不错的一个传销行业为了我的家庭的放弃 我不断的都在放弃着我的每一个选择 当时我的念头告诉我如果我可以平安无事 我一定要坚持爱多美这份事业 因为他让我看到了一份是一个真爱灵魂 很值得我去经营的事业 所以呢当我在发生了那一场车祸之后呢 很感恩的是我只有敲到了我的头 然后我身体是没有任何的受伤 但是我的车是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才scram回来 所以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得到了我的老公的谅解 他看到了我对这份事业的坚持 他觉得他应该支持我 让我可以更加的能够去好好的发挥 因为他也是有点小内疚 就是因为我在跟他两个沟通的时候呢 就是因为我想带孩子去我过赶时间 他就叫我等他 然后把孩子放在家 我又不敢放孩子一个在家等他回来 所以我就一直陪着孩子等他 然后就导致到那个时间 可能我担心 迟到又一直路上很多状况 然后就变成这样的一场意外 幸好我平安无事 但是我获得了他的谅解 跟百分百的支持 这个是让我觉得非常非常开心的一件事 我非常的感恩 那么我也成功的在三个月后完成了 就是爱多美十一月来 十一月十二月十一 十一十二月我就完成了玫瑰大师 所以在这一份事业的打拼的过程当中 真的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群人 然后这一路走来呢 也让我在成长 随着爱多美这个事业来成长 然后我获得了很多很多 我以往那些事业没有办法给我的这些感受跟支持 所以呢 每一个阶段的一个晋级都是一个最大的肯定 让我对爱多美这份事业看到看到了他给我的稳定以及自动的收入 那么也非常开心的就是一年后的打拼 我把我的所得税的收入啊 交给我老公帮我去做所得税交所得税 那么那一份收入是一百八十千以上 当时我的老公的心里有稍微的怀疑一下 我的老婆这样跑 你赚到这样的钱 但是他并不是觉得说那笔钱是很大 他是觉得一个十年没有出来做工 然后人脉也不多 加上就是跑跑一下 这样来来去去讲课 也没有做什么太大的作为 又没有投资 但是有了这样的收入 所以这个就是让我的老公对爱多美有更加不同的一个看法 那么坚持做了第二年的时候 我的收入加倍是两百多千 当时我的老公的心里 除了产品知道他很好之外 他的生意看法就是爱多美是一个倍增的事业 所以我在三年前我看到了倍增 我的另一半是我拿了钱才看到的倍增 2019年的时候 就我的上线告诉我的老公说 我可能可以成功晋级领袖俱乐部 然后我的另一半就分离场的惊讶 因为要晋级领袖俱乐部 需要一年超过350千的收入 所以我的另一半并不认为 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的这样的一个经营 可以有这么快的一个倍增 直到我的上线通知他 我的这一个成绩的时候呢 我的老公开始对爱多美是 向回三年前我的那个做法 就是见人就讲 不停的讲 不断的分享 所以我的另一半也开始投入了这一份事业 虽然他自己的神力还是有在运作着 但是看得出支持跟投入是不同的 那么在我们这两个人之间的这一个过程呢 让我看到一件事 坚持可以让你身边很多的人会跟着你来 但是不要问人要不要跟我先 对吗?因为我们还没有成绩 可以让人家突然间把他所有的一切放掉 除非那一个人是什么都没有 他觉得他没有失去的很多 那么我本身的一个感觉就是 当我们想要在这份事业成功的时候 我们真的要让自己先有成绩 因为成绩可以让你说服你自己 甚至说服你身边的每一个人 第一个成绩就是你要把产品吃出最好的一个效果 然后对产品要非常非常的 Fall in love 就是热爱他 然后呢也要透过学习 让自己成长 所以呢 三年的付出 就是不断的去参加大大小小的one day seminar 中心会议甚至成功学院 然后要努力很勤劳的一直的去分享 当你学了过后呢 你不分享 那一些学习回来的很快的就会忘记 而且也不熟练 所以在今年爱多美的过程我们有秘诀 因为呢我们只要把简单的事情重复做 重复的事情用行做 那么爱多美就可以让你看到你想要的一切 那么最后的最后呢 经营爱多美的一个使命 并不是想要让自己成功 而是想要让在全世界各个角落 还有非常多和我一样 甚至很多很多很多人都在找寻着属于自己的一份事业 所以呢我希望可以用我的力量 与公司配合 然后呢分享给更多人认识爱多美 这一份真上美的事业 在经营这个事业过程当中 也一起做着这一个善事 可以让自己更加的有福气 那么我也会让所有伙伴 跟着我相信我 陪我到今天 打拼到今天的都会在爱多美 可以改变人生 获得更美好的未来 因为我相信爱多美 可以让我们做得到 那么在座的你有想过你的梦想吗 那么你的梦想还在吗 和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 两个兄弟呢很喜欢去旅行 那么他们就背着比人还高的那个大背包 就去旅行环游世界回来 他们是住在六十层楼那么高的一个大厦里面 当他们回到家里的时候呢 非常的累 但是按一下电梯的时候呢 哦电梯故障了 就是电梯坏了 所以呢他们有两个选择 一个就是等电梯修好 另外一个就是爬上六十楼 在那么累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他们就选择了第二个决定 就是两兄弟一起爬上六十楼 所以当他们爬呀爬呀爬到二十楼的时候 他们是非常非常的喘的 然后他就看着他 然后另外一个也看着他 他们就在那边互相的指责对方 为什么我们要选择爬楼梯 为什么刚才你不拒绝我 刚才你不 啊 叫我不爬 就是这样的真正吵吵的在那边 但是已经爬到了二十层楼 不上不下 他们的一个决定就是把背衣包 直接丢在二十楼 他们要继续往上爬 当他爬到四十楼的时候呢 他们两兄弟已经没有力气再争执了 也没有力气再互相指责 他们对看一眼 休息一下 只有继续往上爬 当两兄弟爬到六十楼的时候 看到了家门 他们很开心 终于到家了 当他们要开门的时候 他们的钥匙放在二十楼的背包里 是不是很好笑咧 这个故事 我每一次分享这个故事 都会获得很多很多的 这个台下的那个笑声 其实 这个故事讲起来很好笑 但是它在比喻着每一个人的一生 二十岁 四十岁 六十岁 二十岁的时候 我们非常有梦想 我们小时候老师都会叫我们写一篇 我的自愿想要成为的人 还有吗 还记得吗 那么二十岁过后呢 踏出了社会 没有人会再在意 你想成为怎样的人 只有你自己的努力 跟你自己去追求 但是社会的残酷 有无情 加上背景不好 加上条件不好的话 就很快的就会被这个无情磨练到 不敢闷不敢想 只有一直过一直的去打着那份工 对未来已经没有任何的一个追求 有些人真的是难听的是叫行私走肉 不懂什么时候才可以到一个尽头 那么四十岁的时候回头一看 人生过半 我们还能够改变什么 真的不行了 因为家庭的这一个负担 还有就是责任的一个束缚 让我们自己觉得应该就是这么过 不敢出来闯 也不敢多想 只有一直复一直 但是那样的生活并不可以有任何的意外 跟任何的这一些突发事件 当六十岁的时候呢 我们才想起我们的一生已经走完了 所以呢 不要让自己到六十岁的时候才来后悔 那么爱多美真的六十岁也不迟 因为现在我们的我们的这个前任首相是活到九十多岁 对吗 所以爱多美并不选择年纪 不选择能力 不需要口才 不需要样貌 不需要背景 只要你看懂 你选择了它 努力 坚持 不断的重复做 一年 两年 三年 爱多美绝对不会辜负你任何的一个付出 为自己的未来打拼 其实是一件很美好的事 因为它可以让我们身边的家人 还有你所爱的人 可以得到非常幸福的生活 所以呢 家人是我的功力 精英爱多美 让我看到我可以获得 就是一家人的健康 自己的成长 当然还有的是收入 最后的就是 爱多美这份事业可以传承上代 可以让我们不在的时候呢 我们的子子孙孙也可以受惠 所以一份非常非常真上美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事业 今天呢 呃 我的分享就到此为止 希望所有看到这一个影片的这一个伙伴 朋友 爱家人们 坚持你的梦想 梦想一定不会遗弃你 只要你要 你一定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